你好 你是 可以进湾和钱吗 我没有钱你今天干嘛呀 我是来这边玩的然后不小心把钱包弄丢了 可以进湾和钱吃个饭吗 不是我身后还没有卖完没有钱 你放心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那好吧 还有50块钱你拿去吧 哎呀用不了那么多我只要20就行了 反正20也吃不了什么 还是吧 那行的谢谢你啊 你放心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没事吧拿钱 啊那行那就谢谢啊 哎妹妹 哎原来你在这里啊我找了你好久啊 你刚刚不是吃饭了吗你没有吃饭吗 啊我刚刚在路上遇到了一个朋友 他现在给了给了我钱了我现在有钱了我们这50块钱还给你吧 嗯 没事你可以拿去吃饭 啊我已经吃过饭了这个钱我已经有了你拿着嘛 还给你了啊 那好吧 哎这些东西都是你卖的吗 对是我卖的 哎呀这边都没有人了好不好卖啊 因为今天来的比较晚了 说到这集市上就人走光了 人走光了呀 哦要不我把这些东西全部给你买了吧 没事我慢慢买我慢慢卖也可以的你拿那么多干嘛呀 没事我家里人多嘛我拿回去炖肉吃 那好吧 啊那行吧那你帮我撑一下吧 好行 哎呀算了算了就是我看到你抱着小孩我我来撑吧 好谢谢 啊没事没事好 啊这些撑好了总共是多少钱的 520 520啊 这里有600块钱你一起拿着吧 不用给我那么多呀 520就够了 没事没事多了你拿着吧 给小孩买点东西吃拿着吧拿着吧 那多不好意思啊没事的你刚刚帮了我我也帮帮你吗 你点下吧 不用点不用点 哦那行吧你家住在哪里的 呃住在前面山上 哦要回去要多久啊 两个小时左右 两个小时啊 哦要不 呃反正我今天也没啥事干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那怎么好意思呢又给了又买了我的东西给了我的钱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反正你就说 我今天也没什么事干嘛 你抱着一个小孩也挺不方便的 那好吧 那走吧走吧 我帮你把这个背楼提着吧 行那麻烦你了 好好好 走吧 好好好 我和他手交该给我死他啊 我和他手交 我和他手交的吗 我和他手交的嘛 哦 怎么了怎么了 的爸爸叔叔扶起来快点 叔叔没事吧 没事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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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笑 快躺下快躺下 哎呀 妹妹 叔叔他没事吧 没事的 他已经老跟三有两年多了 哦 就是半遍摊了是吧 嗯 好的好的 你坐一会吧 喝个水给你喝 好的谢谢你 辛苦你了 没有没有 没有 喝到水了 好谢谢 谢谢 好好 哎呦谢谢谢谢 不是啊我先放过去一下 好好好好休息一下 好 哎妹妹 嗯你在这干嘛 我在削土豆 都在做饭 啊 还好还好吃过饭了 啊你年龄看起来 应该也不大吧 20 20岁了 这个小孩是你的小孩吗 对是我小孩 哦那小孩的爸爸嘞 小孩爸爸比较贪玩 然后离开了自己 现在是单亲 单亲妈妈呀 哦 那你没有出去打工吗 我也想呀 但是我弟弟妹妹 我主席爸爸也没做过 我这个小孩学校不开 哦之前有出去打过工没呀 打过但是学历太低了 就没人用 学历低啊 哼你读到几年级的 小学都没毕业 小学没毕业啊 啊为什么不多读一点书呢 家里 我记得也不愿意 我弟弟妹妹也不愿意 那你坐一会 我去这点菜来 好的好的 嗯 坐一会吧 好 这点菜 妹妹 嗯 这些菜都是你自己种了吗 对呀 我平时就在家里面 照顾弟弟妹妹 然后还我爸爸种的菜 哦 那叔叔的病严不严重啊 嗯 医生叫我住院 但是 想着把那个山货卖了 然后去约到那去检查了 然后每次被他山上 就有点不好卖 哦 山货不好卖是吧 嗯 不好卖 那要不我帮你挂到网上去卖吧 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 那行 菜加完了 我们回去吧 好的好的 好慢点哦 好 家里没什么吃的 给你猪的腊肉吃 哎呀不用那么客气了 真的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 不用了真的 可是不是不是 可以吗 妈 刚刚买啥好的时候 他帮我送回 阿姨 真是什么事 这事过来很大不信了 不要 不要 不要误会 我哎呀 算了 那个妹妹 我妈皮属就是这样子 有点伤 哎呀 没事没事 我反正也吃过饭了 不用了 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哎呀 算了 算了 我走了啊妹妹 你再做一句是玩一会 不了不了 我改天再过来看你啊 继续玩一会 不用了 真的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那我走了哈 拜拜哈 行行慢点 哎 怎么了 刚刚不好意思 我妈平时 脾气 你不要建议 哦 没事的 没事的 没有生气吧 没有没有没有 那你在家好好照顾自己啊 好好好 那我走了 那你慢点 拜拜 我送一下你吧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哎 小猪在这吵什么 你嫌弃我是个养猪的吗 谁嫌弃你是养猪的了啊 不是当初咱们说好的事要好好在一起吗 你现在又给我搞这一封 你说封手就封手吗 那你说 想干嘛 我想干嘛 我想找回我的损失 损失 什么损失 什么损失 你心里不明白吗 什么损失 给你买衣服 买化妆品 口红包包 那不要钱吗 就不说这些了 但去玩 你想一下吧 那些我全部还给你 口红衣服我全部还给你 吃饭了 我们是一起吃的对不对 我们是一起的对不对 一起的 是一起的 对呀 但是我就不管 说今天什么 凭什么要分手 不是好好的吗 不合适的就分手啊 为什么不合适呢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 你不是嫌弃我吗 没有说嫌弃不嫌弃 但是你要说分手就是不行 那你想怎么样 要我分手也行 可以 今天没有三千块 我今天不走了 我今天就住这了 三千是吧 就三千 只有这么多 哎呀不要 你走着瞧吧 小竹 哎 哎你没事吧 没事 刚刚那个男的是谁啊 他怎么对你那么凶啊 前男友 前男友不是分手了吗 他过来找我要分手费 分手费是个什么东西啊 就是跟他一起出去吃饭嘛 然后还有给我买了些东西嘛 他过来找我要分手费 啊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呢 对呀 我跟他分手 就是因为他脾气不好 又花心 所以我就跟他分手了 哦 那当时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 是我们一个亲戚介绍的 因为 他有面子上嘛 就跟他相处一段时间 哪知道他是这种人 啊 没事的 这样的人跟他分手也是好事 啊 我相信你一定会遇到更好的 这个遇到合适的太难了 其实也不难啊 你在交朋友之前 你可以上那个高人上看一下 上面有很多很厉害的大师呢 高人会靠谱吗 肯定靠谱啊 啊 就是这个高人会啊 上面都有很多大师 非常的靠谱 你可以去试一下 哦 这么好啊 那我以前那么没听说过呀 呃 这个也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吗 感情有时候其实我们心里也明白啊 可能缺少一些就是呃 自我开的一些契机 有些东西我们也不好说啊 反正我相信有缘分这个东西吧 我朋友他们也是结婚以后经常吵架嘛 刚开始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后面他们去这个高人会找了一位挺厉害的老师 他就给老师提供了他们的生日 他知道了我朋友他们是正月结婚的 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是在人为嘛 人和人之间的结就帮助化解了 现在他们一家三口过得挺幸福的 那好吧 我等一会下载一个试试 啊可以的啊 王哥你还没吃饭吗 我去给你做的饭给你吃啊 哦那好的 那就麻烦你了 没有没有没有 哎王哥现在做的吃饭了 好的好的 哇你这么快就把饭做好了 来小猪 我们一起喝了这杯你忘掉一些不愉快的一些东西 好不好 谢谢 好好好 那小猪那我就吃饱了 吃饱了这么快再吃点了 不吃了不吃了 我今天过来也没有给你买什么东西来的太匆忙了 不用不用有时间你就过来玩嘛 好的好的好的 那我们就再见了啊 再见了 哎哎哎怎么了 钱你上次都给我拿钱了 你说还拿钱给给 哦你这个是我留给你的 不用我有钱来给你 你以后不要给我拿钱了 你你拿着嘛你也不容易 哦那那那好吧好吧 那你在家好好保重啊 好 好 谢谢大家